大家好,今天8月23号 美国在领准会的一个 会议记录公布 这个地方 加强在整个9月 降息的这样的一个 几率 不过说在美国在昨天 就是涨多 涨8天之后 开始做一个压会 那道琼 拉斯达克包挂SP500 其实在这一波是比较强势的,但是 涨多压回来 但是在费城这一块 就比较 弱势 因为像辉达 AMD包挂了在台积 台积电的ADR的部分 这个地方表现那当然 就比较不如人意了,所以在今天 整个台股 就是这个开低,盘中也曾经跌 212点 台积电 在盘中 也跌破季限 尾盘40的拉上来 化质的危机,所以今天大盘 至少还涨9点 但是 成家量大概在3048亿来看的话 那这个量 如果说要反弹的话 那还是不足嘛 虽然今天 10日线跌破拉上来 但是在整个大盘的结构上来看 还没有化解 所谓的危机 但是在这一次 大盘来到季线上下震荡之后 压回 那这代表的是一个VPOR的反弹的结束 但是现在 整个大盘 当然 我讲过他有两个走势 一个是一个大缩链 的一个行情 那首先 缩链的行情是用时间 去换取空间 所以在 上涨的反压来讲 我是认为说 在空间吹口 第一个 跳空下来的K线 的一个下缘 这个是比较大的压力点 这6000 亿的一个大量的K线 这个低点 那也算说高点这里 他是一个比较支撑点 如果说 以走价的方式来讲 那产这个地方你要注意的是在 肋骨的一个轮涨的一个部分 因为 在肋骨 这个地方他会 轮流修正 那轮流涨 所以这个 比较良性的一个 一个盘式的一个走向 如果说这个地方正如市场所讲的一个大西坡的一个修正的话 那势必呢这个盘一定会跌破8的6号 低点 19963 这个位置点 所以 如果说以走 大西坡的走法 那我讲腹槽制下完软 所以 大家呢会一起做一个什么 调整的动作 所以我们从这个状况去看的话 我是认为走 大缩链的几率 会比较高一点 因为 毕竟说这一波 之前呢已经跌了 4600多点 所以 在整个伏尔的部分 其实都已经有清洗 一部分 所以 即使在 迪波的反弹 因为 也涨了2883点 所以KD呢 日KD呢在高档 那正式呢 往下 但是 一秒线上当然它是一个整理的格局了不是说 现在所有的股票都倒 如果你跟着洪老师的脚步去买的股票怎么会倒 我想 各位 高速传输的6451的信心来 那今天是怎样 对不对 盘中还跌到200点 他有没有跌 早上开个低就往上 所以这个就是我告诉各位的趋势股 强势股 那信心今天已经来到多少 240.5 240.5 我想在这一波178买到现在各位 那这个有没有超过三成啊 今天 短线又创了波段新高你拉回来我说你要敢买你不敢买吗 你怎么会敢买呢 拉回的时候你们永远都不敢买啊 在这一波各位看到 那我也是从160这一路帮各位做到了280几啊 对不对那大盘的我说要修正的 那信心的这个高档 那夜线呢 跌破的时候 那开撤那你就要撤嘛 那你至少这一波 你能够闪掉风险 那8月6号大家在 喊杀喊打的时候各位 那你在做什么 我我是不是跟各位讲很多股票打回来 机会很大 你万一要去捡什么 捡宝石啊 那这个是这样跌的各位 是这样跌的 但是如果你高档没 下来没有用 那你只是在解套啊 对不对 如果这样奔下来 你现在只在一半啊 但是我们不是啊 我们是在低档真正的 我在8月6号 这根K线 我进场去买 我就买178.5 178 我想这个都有证据的 如果说有任何虚伪造假 那我愿意负予法律责任嘛 我到现在我也跟各位讲 真话嘛 对不对 那最近我 大盘在修正指标 我现在股票那我也剩三档嘛 对不对 红海我在190附近卖一半 那我说第二只脚嘛 对不对 拉回来要赶败嘛 对不对 红海 我想在AI的事物器啊 这个地方各位 这需求是一路往上的 所以呢 红海除了说在事物器这一块以外 那在AI16 苹果的这一块 其实 他也是 最大的受惠者 所以 老师现在的操作你看到 那我是不是呢 红海我在 这一天 8月6号 那是不是跟信心一样 我跟各位讲 你们在 喊上喊打在砍的时候 在恐慌在逃你这个市场的时候 那我在做什么 我在8之间的 我在165以下 是买红海 我当天跟你讲什么 因为我已经看到连8科的例子嘛 对 撒到有量 这三位 连920 246张 我说 各位你要砍之前 你要去想清楚 这谁在买 谁在红海 各位在 在 在破底的同时 然后连线的时候 那是吗 有三万多张的 成交量进去买 当时三大法人都在卖 卖红海 所以 所以我说这个 我比三大法人 这个地方 我比三大法人 我比三大法人 还比三大法人 三大法人看到市场 跌了四千多点 我告诉你 他拒不住 他也是要抬 他去杀红海 对不对 我至今的 我跟各位讲 几十张 几百张在买 我买完了之后 那我到 190这里我说遇到的 季限 我说先卖一半 有这样跟你说吗 第二次就要打下来 你要勇敢的买 你说没有老师 他就肯定在这里买 我告诉你 你慢慢等 想你这个所在 这什么人买 他敢在这里买 实力不大 实力有大 我跟他们做 要买 对吗 你说这是真的 我继续买 怕什么 对 人买这么多都不怕 我怕什么 所以我跟各位讲的 做股票 不管说现在 低收链也好 或是 加西坡也好 所以 洪老师的马韩前洗里面 一定有 这道菜 子公司 那我是不是跟各位讲过的 高速传书这一块 很重要 因为洪海非常重视 信心 这家公司 所以 讲 讲上益 先生的 他 他在掌握 掌握了信心 所以我对讲上益 先生的了解 我说这个 我对信心做有信心 就在这里 你看我不离不弃 信心 你看到我 这一坡以来我做了几趟 三趟 对不对 包括这一次三趟的 那这一趟 你看到 他就是这样喷出 发展 对不对 之前这里 虽然 不是说做一整段 但是至少我从这里到 这里有信心大买之后 你看到 这样的一个操作 高速传输 那高速传输这一块我讲过 因为AI的一个应用 应用呢 我讲过他掀起一个一个巨量的传输的 这种需求嘛 细光子跟 CPU 这个是新的显学 我这边跟各位讲 那信心的现在 这台机的CPU的产品 他已经通过客户的验证 这验证这点是跟 这个地方的就是 这产品呢有经过 他验证之后 我一讲这个地方 我们随时变不变 哪有点 哪有可能 所以一定要通过验证之后 然后呢 这些 市场呢他才有信心去买你的东西嘛 所以 信心的 发展机 CPU这种产品 我现在不是跟你说细光子这一块 细光子这一块以后他也是发光发热 今年他 量产 明年开始泛量 那现在他 这个单都是在欧美的市场 你想你要去了解一家公司啊 你这种情法说 这没有信心的时候 那你 弯腰去 捡宝石嘛 这两天重挫各位信心他是这样涨 信心是这样涨嘛 我想这个 不是 洪老师 跟市场的老师一样 然后呢今天拿整天的出来讲 我节目信心是不是我在买的股票啊 今天各位 那信心的又创新高的 那我在这一块 我是真正的 你买的时候我进场 我真的进场去买 而且我还做了一次价差 另外在大业 业的 投资组合里面 信心也是重要的一档嘛 对不对 另外就讲安国 虽然我讲过我在昨天也跟各位讲我卖了 那 赚了不多但是至少 我跟各位闪掉的那4600的 4600点的跌幅啊各位 我想万海也是嘛 你跟万海值得 你跟万海信心安国的 超红红红的去度过这4600点的沙盘嘛 那如果现在真的是大搜链的整理 或是大七坡的修正 这个地方 那后来要买什么真的很重要 老师可能要买的股票你都印证到了 这是大股大股的时候 它小跌嘛 对吧 小跌的小跌 那就是愿嘛 那就是 好的股票嘛 强的股票嘛 所以我常常说什么 我们 白白说这个拌 转的来 有机会时 你要买什么 相当相当相当的股票 你不是这个地方 什么地方 这个地方 反弹就乱抢 乱抢反弹 我们的操作 绝对不是这样 所以接下来我跟各位讲说 AI股 你最近都很奇怪 你没有时间嘛 你买不到时间了 我在接着跟你说什么 我说那个SPS的公表 我们当费打公布财报之后 那开始有来买嘛 你哪是我这个地方 费打财报 我一定会带你的买 你会 如果 这个 真的有修正的话 那我们就是要进场 扫货嘛 这该可以客气的 对吧 这个就是 四千六百点 你会发芳汝 我们是怎么买的 我们是怎么买的 你用骚扫的 我们今天是用骚扫的啦 是我们钱 没比那大 大才有钱 但是我们只要 做到够 我们大 资金的这个地方 不肯定说 几百万几千万的 我们都是这样做啦 或者是这样做啦 就是阿亨海啦 对不对 那信心这个你看到 那带着电台就起 你说当初是 信心 你一百七十八块 你买不起吗 你买不起吗 一支 十七万 你买不起吗 现在 一支已经变成 已经呢 各位多少 二十四万五千块 你买十张 你看 二十四万 五千块 对吧 你十张嘛 你买不起 二十四十万 我说不到 那 那 我相信现在赚多少 我是 难得算啦 对不对 一张赚六七万 十张就是六七十万嘛 这 这是老师的能力嘛 老师的能力嘛 所以 我们现在就说 为什么在前 几天我告诉各位 那现金多留一点 至少你现在你有指 真的 有押回来很多股票 很多人又开始 没信心的时候 尤其在AI股 你看到 你最近好像买了怎么四 对不对 那就是在考验你 那就是在考验你 进入了十几点 你十几点买不对 当然你这个地方 你怎么买怎么四嘛 对不对 所以 我看海虾这种前置骨 我跟各位讲 这脚有来不 你看 最近就是下来了 第二只脚 那就是我们要跟另外一天买的时间点 中小型的 这个地方 我们就是要等 即使 运行反转的 好买点 所以呢 这个观察真的 也非常重要 所以现在是一个关键点 台积电我前天讲过的 一定要锁气线 你做台积电 你看到 台积电 尾盘 驾四人 要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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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一般气线 好赶紧 虽然他跌破950 但是 至少今天都949 明天如果再 收藏950 这样就化险为宜 但是不管怎样 老师的操作 我是比较注重在 个股 而且个股的选择 我讲过的 第一你一定要有提材性 可以发挥 你自己公布的 这个地方没有看书 这个谁 你没有看书就没有 没精彩 你没精彩 这个就没 没想要买 是 提材性 既然这个是第一 所以 最近你要看 我们买机器人 我们不是说事后论 我们常常在说事后论 对不对 我机器人 我值得买掉 我看钱买掉 这正常的 但是又压光 我昨天打 打下来 我说你也不用怕 对不对 你回来论 你怕什么 这三大法人买多少 你都不知道 你这二组买一两天 你就怕他买死 我说这个 他整个头是要怎样 那我们买的 我们今天不是说 这是我埃斯拉布鲁的高品 亚光机器人我讲过特斯拉 他是 特斯拉 这些特斯拉的单码 我想 他也是 这一次 21号 自动化 在整个自动化的一个参展里面 机器人 也是展露 驼角 我想 在 一些呢 我想这个地方就是拆三等份 一个是威达 一个是特斯拉 一个是苹果 是苹果 所以 在 红准他是 接苹果 那你看 你们看到的所罗门会有 他能先的加持 所以这就是威达 那 亚光 大股大股大股 都属于特斯拉 所以 所以老师这个地方 也是分 夹前测 高品不是要 不要去黑白就 那 亚光的 整个量 这样冷气 在这个地方 他走得很平稳 只是 他的指数 他要修正 所以 他在正硬的时候 那如果说他没有大股的拉回 那 老师还是一样 会带各位来做 加码 那如果真的有拉回 那能够买的更便宜 那这个机会会更大 那我们期待28号挥打的财报之后 老师 会端出新的牛肉 我也希望 各位一定要好好锁定 那如果说想要了解更多 那Lite 我们今天免费信息 每天老师很勇心地跟你说 记住 你能够闭掉风险 因为你有些参客吗 我在 在开盘就 跟各位讲 整个判断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其实就让各位有一个底 那量能包括说在筹码包括在指标股 如何的观察这个我们都会做 那 一些 个股上像亚光黑光 虽然你不是说会员同步至少 我也跟你说这支股票亚光信心 这支股票 你说我来的就一直 一直起来 我们也说这支股票 要不然你落费就没有 所以适合加进来 这很重要免费了 那他也说你有任何问题 那你想 虽然去了解更多 或是要 跟着我们的脚步了 你那39 下礼拜同监账 本公司以往着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付投资 哈喽大家好 我现在就在善导寺 我们就来看看善导寺附近的路人 都在听什么歌吧 诶同学同学你下耳机听什么歌啊 我在听这个 订阅理财桌刊频道 我也很喜欢这个 那有sense了吧 拜拜拜拜 按赞订阅留言 跟我一起轻松理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